大火快炒三層肉搭配上酸菜古早味的家常菜完成 特色菜便于白菜和经典汤品 由于螺肉蒜料多丰富 店名天后取自大天后宫的鞋印 台式风格餐厅开业不到两年 就进入碧碧东推荐名单 口味非常好吃 有妈妈的口味 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大鸡大肉大菜 大菜的肉就比较古早味 蛤蟆鸡腿和剥皮辣椒 还有新鲜蔬菜一起炖煮 甘铁微辣层次分明 中式炖汤一口喝下 暖胃又暖心 这间在高雄前站的小敦食堂 首次获得碧碧灯肯定 立刻有顾客慕名而来 我是冲着他这个碧碧灯来吃 回到家就喜欢喝妈妈煮的汤 其实我觉得很温暖 所以我就试着也煮出 我觉得很温暖的汤给大家喝 半肥瘦的乳肉搭配上爽脆酸菜 还有花生糖粉跟独门酱汁 一颗卖80元 馅料塞得满满满 下午营业时间一到排队人潮不断 这位在高雄新兴区的春兰挂包 台式名店掃吃 开业至今20多年 传到第二代老板 第一次上榜碧碧灯 你们来我才知道 他们蛮开心的 觉得很幸运 我们只是很小的店 但是就是说做比较传统的做法 浓郁高粱酒香的香肠 放进锅里煎到焦香 位在台中西屯区的李小楼 用餐时段人潮客满 招牌姜涂乳肉饭 还有香麻的牛夹肉 满桌台菜料理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开业不到一年 身后获得米其林指南 以及碧碧灯推荐 就连顾客都好开心 很光荣啊 然后很棒啊 老板本身就对食材跟食物 煮饭这件事 他很用心 我们都蛮惊讶的 因为我们开的时间很短 那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评价又好吃的台式美食 四间店家都首次上榜碧碧灯名单 排队名店 接下来或许又有更多人潮慕名而来 八大西湖国家珍最后报道 用餐时间看了这些画面 是不是真的很想要手刀直冲现场呢 其实这一回呢 我们看到了台菜出头天 有一些呢真的是庶民小吃 但是有一些呢 它可是坐落的地点 是在百货公司里面 或者是大饭店里面 其中就有业者呢 保留了像是炒饭 这传统粒粒分明不说 他们注入了新的元素 加入了乌鱼籽火龙果 还有生食级的干贝 这几个食材加在一块 传统的炒饭能够迸发出 什么样的新滋味 带你一块尝尝 香料乌鱼籽下锅热锅快速翻炒 米粒香气扑鼻而来 再加上独特的火龙果酱汁 最后放上 炙烧到凉面金黄恰恰 大杯海盗生食级的干贝点缀 Q弹饱满干贝 在火龙果乌鱼籽炒饭上 有着画龙点睛的效果 颠覆传统乌鱼籽重贤的既定意义上 和台湾新鲜火龙果 结合拌炒上色口感丰富 选用在地的乌鱼籽 然后以及生食级的干贝 去做一个创型 那你会看到粉红色的部分 是有加入新鲜的红色火龙果汁 去做拌炒 把它设计成是一个 比较清爽的口感 新鲜饭店遮到后炸排骨菜香炒饭 没有华丽外表 却有着浓郁锅气和扎实的排骨肉 传统味道是不少外国客 回访的必点之一 三杯鸡的三杯的元素 做一个比较放大的色香味 这个桃锅直接做一个加热 然后倒入麻油之后 去用这个热气 去把麻油的香气逼出来 保留传统加入毫无违和的 创新料理手法 第一次入选 2024必比登推荐让台菜有了新生命 我们是加入麻油跟新鲜的九层塔 去做拌炒 你会闻到比较明显的九层塔 跟麻油的香气 说到台菜怎么烧得了三杯鸡 再提土鸡肉和麻油搭配 想起扑笔放入黄绿结果点缀 很下班的经典三杯鸡 改良创新 让上桌后也能延续香气 这次2024必比登推荐 台菜除了有富含创意的新潮饭店 台北一家子餐饮的控肉饭 挂包同样受到青睐 还有台中产年四年的牛架桩 让牛肉也有不同花样 在高耸的老园美食馆 经典菜色也让人吃过着回不去 保留穿透口感颠覆印象 逐入新元素 让台菜在餐桌上有着不同姿态 不止料理富含层次 环境打造复古氛围 让你一边享用中式料理 也能拥有西餐厅的待遇 本来新闻就要听赖成为台北财富报道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